社会上有许多不幸的人需要帮助 尤其是身心障碍者的朋友 在自我身体缺陷的影响之下 性格会逐渐的封闭 而成为社会上弱势的族群 为了协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由县政府社会处所委托 补助的康新日间作业法 在今年二月份签字重新开张 并且成立《幻幻爱小铺》 二手商店 由满了18位身心障碍学员共同经营 透过工作的参与 让他们学习社会参与增加自信 就好多人捐我们好多娃娃 我们看看价格都有标 让大家盘整机 那就是让大家这样寻宝这样子 把它翻 这个娃娃也不要过那边 好啊 把娃娃拿过去那边 对 娃娃应该要在那里 康新日间作业坊 今年二月份从无措牵纸到 金城光潜路之后 就用《幻幻爱小铺》名称 来经营这一家二手商店 在四位社工员和满了18位身心障碍者的学员参与之下 将募集收到的爱心二手物品进行清洁 巡价 上标签等等动作 学员们透过贩售结账找钱 学习和客人打招呼等等的社会技巧 在这里学习 然后也互相支持 然后又可以练习工作 我们这边是金门县政府社会处补助的一个机构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照顾18个身心障碍者 那大部分都是智能障碍跟精神障碍为主 那当然也有其他账别 所以只要是金门县名有身心障碍证明 都可以来我们这边接受服务 不过我们现在是额满状态 那如果有需要我们服务的 可以来跟我们排队候补这样 那其实还有一个是 这个服务其实对身心障碍者非常重要 我们其实希望县政府可以慢慢再多鼓励 多创几个这样的 我们叫做日做房 就是很多身心障碍者需要 我们这边是用团体生活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成长 那我们团体生活有分三种 一种是我们就是类似工作的学习 我们叫做作业活动 然后还有一种是让他们学习自我照顾 那包括去搭公车啊买东西啊煮饭啊 这个叫自立生活 就是让身心障碍者可以照顾他们自己 而不会去完全依赖父母 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休闲团康 让他们保持快乐培养兴趣 那由这休闲团康活动 自立生活跟作业活动这三个去组成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结构 现年38岁的龙华一家五口在20多年前因为一场车祸造成了二死三伤的悲剧 也因为这一场车祸造成龙华脑部的受创 光住院就住了二十几年 直到今年返回家乡金门 而加入康星日间作业坊之后就近一个月来的工作参与和学习 让荣华有了成就感对重回社会更有信心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别我找到 那我们要卖多少钱 还要再放188 卖一折 188 这样卖便宜吗 不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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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没来我们这里之前都在干嘛 很无聊这样 你这样不会无聊 你还没来我们这里之前都在干嘛 都在家里玩手机 很无聊这样 之前有到台湾住医院 住住多少 21年左右 当年是发现什么事为什么要去 车祸 车祸嘛 你讲起那个车祸是你还会难过吗 还是已经很久了就可以接受了 已经很久了可以接受 会想念爸爸或姐姐吗 会 就是头部有撞到 然后昏迷几个礼拜这样 他是脑伤这样 那时候为什么想回来 就是想工作 因为总不能待在医院一辈子 最起码也要回来帮家里负担一些 我在这边 刚来就是先插桌子 然后如果有人来比较晚 我还会帮忙做他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说扫地 然后老师要帮忙 把东西抬到外面 我也会帮忙 对啊 那个是在查 那个商品的原价是多少 我们 我们就打算要卖多少 幻望爱小铺 从四月份以来店里收到的二手物品减少很多 在没有充足的物品下 学员就没有办法从中学习 得到社会参与的经验 社工园期盼地区民众 家中如果有多余的物品 可以捐给他们做一份爱心 有一个二手商店 就是他们作业活动 作业活动其实是一个日本学过来的一个名词 它就是让身心脏 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做 那这个工作就是让他们获得成就感 例如说二手商店人家捐东西来 然后他们打开 就会来说 那这个东西是要不要洗 可不可以用 然后杀式要标多少钱 然后标好价之后 他们就会把它们放到展示架上面 那他们就像一个店员一样 然后在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就学习很多技能 那重点是 但是他在这里面也觉得成就感 觉得说 他有事情做 不会无聊 因为这些是这样子 如果他没有来 他在家里 像我前阵子有一个新个案 他高职要毕业 我问他说 妈妈如果这个妹妹毕业后 没有地方去 我们这边排队后 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办 妈妈说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只能放在家里 就很无聊 所以在这边 他们就可以让他们生活充实 充这些简单工作 那当然还有一些生活学习 就是他们会在这边扫地 然后学煮饭 还有我们也会有一些 像心灵成长的课 聊聊说 自己最近的心情如何 所以活动是非常丰富 这样子 一个是心理上的 一个是技能上的 就是学 第一个学到他们生活的技能 例如说 他们会去看使用手机 打字 然后知道这个物品怎么使用 这是生活技能 那另外一个是一种充实感 会觉得说 他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他会觉得说 我有在上班 虽然我们这边没有劳健保 他们也不是在上班 可是他们感觉上 会像是在上班 所以这个是心灵上的一种满足 觉得自己是 虽然是身心障碍 可是是一个有用的人 其实这边所有东西都是在人家捐的 我们一开始 其实也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办法 成功的 把这个二手商店经营起来 那最前一阵子状况还不错 当然一开始可能很多朋友 我们自己周遭的朋友 都很热心的捐我们很多东西 不过最近可能 我们认识的朋友也有限 就是捐来的东西 就是有点停滞这样子 那没有东西捐过来 我们学员就没有事情做 他们就只能 我们最近在花宣传单 也是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这个小铺最近没有东西了 那我们大家一起要怎么办 然后他们就会 让他们有工作 就画宣传单 我们最近计划说 要去发宣传单 就是让他们大家觉得说 这一个小铺 这个商店是我们自己 大家一起共有的 所以最近就是那个 二手的商品比较少了 那希望说可以有 更多的朋友可以捐给我们 康星手作坊 广广爱小铺 主要的是以精神障碍者 还有智能障碍者为主 如果没有自借或转借来这里 照顾重担 就落在家人身上 因此广广爱小铺 除了可以学习 同时也是附建的场所 是让这些朋友们 重返社会的过渡空间 重返社会的过渡空间